我跟你講很神奇喔 San如果你認真蒐集 把它戳完以後 它會變成 橡皮擦 所以後來我都不買橡皮擦 我都用我的San San 小悠妳可不可以借我橡皮擦 我可以說我真的不借 因為那是我的San寶寶 就是呢 我的怪癖其實真的滿多的 我小時候 我會蒐集我的San 你們有San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個San大家都 我也會 對啊 說San你會有個San 對 流汗喔 然後呢 那時候 我小時候在戳的時候想說 完了 我怎麼這麼多San 然後我都不敢跟別人講 因為我怕別人會覺得我很噁心 我就把它收集收集收集 然後把它戳戳戳 然後最後會變成 讓我一點像黏土 對 然後他們就會放在我的鉛筆盒裡 然後呢 就會 我跟你講很神奇喔 San如果你認真蒐集 把它戳完以後 它會變成 橡皮擦 橡皮擦 所以後來我都不買橡皮擦 我都用我的San 擦耶 你們是同愛你啊 不是推著 不是推著 我跟你講各位 真的可以用用看 你不要為了分數這樣子 拜託你 我覺得我最輸了啦 不要這樣子啦 你就輸定了唷 我真的 正是認真 我發誓是真的 所以我小時候 只要我的那個鉛筆盒打開 裡面就會很多小的San 就是都是我的那個San寶寶 然後我還會就是爭闖 想說今天要用第一個San寶寶 還是第二個San寶 天啊 如果妳的同學說 小優妳可不可以借我下面一插 我可以說我真的不借 因為那是我的San寶寶 我是不會借的 還是說妳等一下 然後這樣趕快戳出來給她 對不對 我幫妳用 對 沒有 我認真分享 如果跟我一樣怪癖 妳就知道 那個San寶寶不好蒐集 要蒐集很久才可以形成這樣 妳要一直流汗 對 要一直弄 很複雜的 很辛苦 是... 我有一個到以前到現在 就有一個怪癖 就是我都會有一個小貝貝 到現在還是有 然後我比較奇怪的是 我會去吸她的腳 我會吸那個小貝貝 她不是這樣子 然後我會吸 我那邊的腳 我那邊的腳 對 那個衣腳 從小就是可能嬰兒的時候 就在吸 你吸 吃放在嘴巴裡面吸 就在放到嘴巴裡 然後吸一吸 吃一吃 然後才會睡著 會洗那個被子嗎 不洗啊 不洗啊 那個味道太... 她內褲都不洗 也是... 怎麼可能洗那被子 那個味道呢 但是我到大概六七歲 在上小學之後 我媽想要幫我戒掉 她就在那個背腳 就塗那個... 辣椒 那個塗辣椒 對 然後我就在吸 然後就很辣嘛 可是她就... 那時候不會吃啊 然後一邊流眼淚 一邊流鼻涕 然後一直吸吸吸 然後洗完 這好奇怪 我再換另外一邊 再換另一邊 就是... 基本上那四個腳 就是被我翻來翻去 然後全部都是黑的 對不對 對 然後到現在 有一點改掉了 但是偶爾還是 就是如果 剛好那個腳腳 在我這邊的話 我覺得還... 會喜歡這種小貝貝 是因為尋求一個安全感嗎 小時候可能就是 都一定要抱著她睡 對 那就是一個安全感 然後我老婆就會說 不要再吸她了 吸我